大家看過之前小秘書介紹白棉的用途與種類的那篇影片 相信對於鋼缸系統中白棉扮演重要物理過濾的角色 以及市售白棉主要為水瓶之法 以及螺旋棉為主流 應該都已經有了初步的概念 還沒看過影片的 可以點選右上角的連結 先去了解有關白棉的小知識喔 這段期間我們收到很多魚偶的詢問跟回覆 最多的問題還是關於白棉2至3公分的厚度 然後放在上部的低流盒總是浪費上方的一些空間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家的魚口數比較多 白棉容易阻塞 小秘書有解嗎 然後我放的主格力比較好的白棉 卻容易讓低流盒鹽水要怎麼辦 等一下呢我們就會跟大家分享這些問題 一般我們看到上部過濾的組合啊 會有兩層白棉還有兩層的綠材 那有些魚偶呢他會想要讓白棉呢 可以更好的更化 所以他就會使用超低質的低流盒 我們先回答魚偶的第三個問題 他使用的是主格力比較好的白棉 然後放在上部低流盒上容易造成鹽水 那會造成鹽水呢是因為白棉他已經飽和了喔 然後就會堵住這個排水孔 因此呢我們就要放這個排水板 將白棉變高 這樣就可以減少鹽水的情況發生 其實白棉算是過濾系統中的前端物理過濾 也就是說白棉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攔截較大型的髒污與糞便 因此只要是難阻力密度越高的白棉 相對也越容易阻塞喔 反之螺旋棉或是羊毛蓉雖然較為耐用 但常常都是上方表層不髒 但底部卻卡很多髒污 小秘書想跟大家分享 白棉算是一種淘汰性的綠材 尤其是在過濾的第一層 我們一定是髒了就要換掉 白棉在保護綠材 攔阻力越好 就可以更延長綠材的壽命 攔阻力越好 白棉也越容易堵住 因此飼養的魚之數多或是餵食量較大的魚 就只有勤勞的更換白棉 對魚缸系統才是最好的喔 大家看到這個小魚缸呢 跟這些配備就代表小秘書又要來做實驗給大家看喔 小秘書呢之前有跟廠商討論過 然後經過反覆的測試之後 我們有找到一款綜合市售白棉的優點 以及不浪費上布空間的一款精品級白棉 就是這個 兩粒高粒度綠綿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吧 哇 這看起來蠻有質感的耶 好精緻喔 而且這個應該是目前市面上最厚的白棉了吧 這個是市售的白棉 平均厚度在2.5到3.2之間 把它們放到低流盒裡就可以看著出明顯的差異 我們現在就來架設一個簡易的魚缸 來測試白棉的功效 那最底層呢 我們會用DOS的負離子 然後接下來會放F1 接下來是第二層 我們先放一塊海水板 然後再放一塊高密度綠綿 然後放進去之後 然後這裡會放DOS 然後再放一個碗 那在第一層的地方呢 我們一樣是放海水板 那剛剛有小蜜書呢 有把這個高密度綠綿呢 分成5等份 撕了5份 那會撕成一片一片呢 主要用意我們的髒污都會卡在上層 那只要把上層的換掉 然後再把新的放到底層的話 這樣子白棉的使用壽命就可以比較長喔 過濾茶現在都已經設置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安裝馬卡 好了 這些是使用很久的白棉 然後髒污都在裡面 等一下呢我們會把髒污擠一擠 然後倒到髒裡面去 然後讓他顧慮循環來測試一下 白棉的煮得效果 本次的測試地點就選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髒污倒進去 喔喔好乾喔 現在等水補好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過幾個小時之後再來看看他的情況吧 這個測試剛剛經過一天的循環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的成果吧 這個測試剛剛經過一天的循環 這水變得超清澈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上面的這個白棉 那我現在要先把馬達先關掉 我們要先檢查第一個的白棉 可以看到第一層的大型的張物都在這裡面了 接下來是第二層 這個越來越少耶 所以它這個白棉的阻染力真的很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二格的白棉 都沒有張物耶 那它這個的巧克力就真的很好 把張物都隔在這裡 這次設置簡易的小魚缸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白棉的重要性 你也可以參考小秘書女才的配置方式來設置你的魚缸 那我們這個真的只是一個簡易的測試缸而已 如果你要養魚的話 你還是要去買滴流槽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